美女 佩銘這樣子 比較多情的男生 讓她是髮型設計師 這樣子的設計 我覺得是很巧妙的 其實她是很需要愛 但是她可能覺得 她要給出很多愛 她才有辦法得到 妳的外套呢 外面有點冷 所以妳就借她了 怎麼樣 妳是外套出界中心啊 寶玲的身分是一個YouTuber 其實也跟我滿像的 因為我也確實有在經營頻道 那她內心的渴望 其實跟佩妮就是柏虹這個角色一樣 她們都是很渴望被大家喜歡的 後來又想被佩妮喜歡 所以要被一個人喜歡 還是要被這麼多人喜歡呢 這個之間的掙扎 最難詮釋的就是 要讓觀眾怎麼樣同理這個男生 跟這麼多女生都有 就是有感情的 又有關係 也不會說不喜歡她 然後反而可以理解她 為什麼會在 愛情當中是這樣的狀態 這每一個女生對佩妮來說 都會有不一樣的意義 但是到最後寶玲這個角色 對佩妮應該算是靈魂般理吧 那我覺得大家對Lulu的印象 就是在主持方面 有很多很厲害的表現 所以也會很期待她當演員會是什麼樣 原本以為她會在現場 可能會害羞或緊張或什麼的 但其實到現場 我覺得她超厲害的 所以我覺得跟她演起來 也會覺得很新鮮 然後我覺得很棒 有很棒的默契 下午拍那個泳池的時候 天空太作美了太漂亮 然後那個波光玲玲 然後夕陽這樣子 有點微膝一下 然後我想說天啊 再加上徐徐的陣風吹來 完全是適合戀愛的天氣